大家好,我是Kyogei 來到今天我們繼續講這個雲影 今天要講的就是這個 曲頭 之後會再講兩個 都是用曲頭開頭的 我們詳細再講 首先第一個曲頭 前面是跟詞書形 動詞詞書形 或者是無形 它的意思是表示要 或者是不要 這是一個命令 這裡多數都會用於書面語 另外,Coto的意思 相當於無形 如果無形的話 意思就相當於無形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指定位置以外的自動車 不停在指定的區域以外 或者是停放單車 這裡看到無形式 表示一個不好 是一個命令 如果前面是跟普通形 或者是禮貌形 的話 就表示一個感嘆 或者驚訝的心情 即是有 噢 這樣的感覺 這是一個口語 是一個女性的用語 有時候也會用 どんなに 何度 だろう 或者 ことだろう 表示一個感嘆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即是女孩子 都會看到 哇!你這件衣服很漂亮 就可以說 あら!素敵な洋服ですこと 就是表示 哇!很美 真的 哇! 有一個感嘆的感覺 嗯! 如果こと後面加了這個 か的話 ことか 前面也是跟動詞的普通形 い的用詞普通形 な的用詞間 那的用詞間 那也是表示感嘆 或者驚訝的心情 那也是會跟 どんなに どれほど どれだけ 何度 等等的詞語 呼應使用 例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比較常用的 就是 いえのつかくに つかくてつか とおで どんなに便利なことか 就是 家附近通了這個地鐵 現在是很方便 有一個感嘆 驚訝的心情 如果後面是跟這個 だ的話 ことだ 前面是動詞詞書形 或者ない形 的時候 就是表示 應該 或者不應該 是有提出忠告 或者建議的意思 例如這裡的例子 友達をたくさんつくりたかった きふんからせきょうできに 話しかけることだ 如果想多些 認識到朋友 就要自己積極主動 去找人聊天 我覺得這裡要去記 的話 也挺容易的 大家記一記去接觸 如果都是磁書形 跟ない形 的話 就有要 或者不要 或者是應該 或者不應該 這個意思 即是他們的接觸 會容易記 如果是表示感嘆的話 前面的接觸 就會是普通形 好 嗯 這裡 大家看到嗎 這樣去記 可能大家 會更容易分別到 ことだ 和ことか 和 こと 分別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問題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認識的話 儘量都會分享給大家聽 我們明天再見 如果你想要三字卡 就去我的IG 想看日本的資訊 記得Follow我的Facebook 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じゃあ またね 拜拜